周边血管病变 周边血管病变是血管收窄 甚至阻塞,令血管不够血道 血管全身都有 我们经常听到心脏病或中风 周边血管病变比较少听到 但其实是可以影响全身 例如脚、肾血管、公应小肠的血管 或公应手的血管都会影响到 如果手周边血管疾病 有时是凉血压的时候 一只手凉血压很高 一只手凉血压很低 原来很低的血压是有问题的 高危因素有几个 例如自己自身有三高 高血压、高血糖和脂肪 这些都是高危因素 如果有吃烟的习惯 周边血管疾病的机会会高 如果家人有家族的历史 例如他们有心脏病或中风 或有血管瘤的历史 周边血管疾病的机会会大 例如男士或年纪开始大 他们的患上周边血管疾病的机会 也会相对高一点 病症轻微来说是 我走路的时候 觉得脚疼 特别是小腿 刮脑的位置 觉得肌肉很快便会觉得很疲 痛 要停下来 有时休息5分钟 10分钟之后 他的痛楚没有了 再继续走回 但我们走回同一段路的时候 又会发生同一个症状 就是觉得疲痛 要停下来 这是很经常在周边血管疾病的病症 会不会这件事和其他容易混淆 都会 因为其实脚疼也是一件很常见的问题 例如骨科 或者关节的痛 又或者和一些静默曲张 有时觉得脚走得来 会觉得冤痛 抽筋 累 这些有时都会很容易混淆到 甚至乎是一些糖尿病人 有时会觉得脚痛 但可能是因为神经线问题 例如有座骨神经痛的病人 有时觉得脚很痛 由背部痛到脚那里 其实这几种痛 有时容易混淆了 如果严重一点的症状 例如睡觉的时候 或者不动 脚也会觉得痛 痛到一个程度 有部分病人 甚至乎睡一睡觉 脚要浪出来床边 让地心吸力 令多一点血 可以去到脚那里 减轻他的痛楚 这些是比较严重的周边血管疾病 再严重一点 脚可能会出现有溃扬 甚至会变黑 有坏死的情况出现 如果严重起来 例如有感染的情况 有时会需要截肢 也会出现